第四十五章 耶稣基督教导圣餐和祈祷 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 拿面包和葡萄走来 又要尼肥人坐在地上 门徒回来后 救主将面包撕成一片一片 又祝福这些面包 他拿面包给门徒吃 又吩咐他们拿给其他人吃 耶稣说 领受圣餐的人 就表示已经答应会一直记得他 以及记得他所做的牺牲 这样做的人 会有他的灵和他们在一起 耶稣基督祝福了酒 然后拿给他的门徒饮 门徒又将酒拿给其他人饮 耶稣说 领受圣餐就是表示 答应神要遵守他的戒命 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 领受圣餐而且一直记得他的人 就会拥有他的灵和他们在一起 他说给门徒听 如果他们遵守他的戒命 他们就有福了 他说给他们知道 就好像他们看到他祷告一样 他们都应该时常祷告 救主教导所有的尼肥人 要奉他的名和天父祷告 他也吩咐他们要和家人一起祷告 他教大家要时常聚在一起 也应该欢迎其他的人来聚会 并且为他们祷告 做他们好的榜样 救主给门徒刺圣灵的权力 接住来了一颗魂 遮住了群众的视线 只有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升了上天 感谢观看